哈嘍大家好,我是輝 那這禮拜火伊夫里特UP池上啦 那因為這隻魔靈相當厲害喔 所以就趕緊做了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喔 那還在考慮要不要投資在這支魔靈上的朋友呢 可以參考一下這支影片喔 好,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喔 那這個火伊夫的普攻是遠程傷害 一發一發的射出喔 那每次擊中呢還有幾率造成一層的灼傷 那這個灼傷是可以疊加的喔 那灼傷傷害是長這個樣子 他是每秒跳一次喔,非常的恐怖 好,那他的Q技能呢 大型粉碎,只需要三點的魔力 他可以打出很高的基礎傷害 加上目標灼傷的額外傷害 並且他的防禦會減少兩階段 那這個防禦減少呢 會直接讓你少掉50%以上的防禦力喔 很兇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第二個技能 這個一技能三重粉碎 顧名思義呢 這個技能是可以一次造成三下攻擊喔 整體的傷害呢 跟Q技能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過呢,他需要花費4點魔力 那他額外的效果呢 是可以上一層的灼傷 也就是說呢 他不只是普通攻擊可以上灼傷 他的一技能也可以上灼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最重要最重要的被動擊喔 遠古之力 他只要攻擊敵人 不管是放技能或是普通攻擊 通通都可以有機會對敵人造成忘卻 那這個忘卻有多強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角色技能強化那邊喔 技能點數右邊的這個被動呢 通通都不見了 通通都沒點 最有感覺的應該就是歐碧亞了 因為他本身皮薄肉嫩 沒有了這個被動技能呢 也就意味著沒有那短暫的對峙效果了 那就很有可能會直接被秒殺 所以這個火衣夫呢 在這個PVP中相當的活躍 不管是在挑戰競技場啊 或是這個激戰競技場 戰場 你都可以用他 對敵方的英雄造成忘卻效果來秒殺 通常一場戰鬥呢 這個主角倒了就差不多結束了 在戰場中呢 有了火衣夫呢 你收頭能力也會很有感的提升喔 所以有在打戰場的朋友呢 在戰場中應該很常看見 火衣夫的身影 就是這個道理 而且呢 不管是 基納歐比亞或是克里夫 對 火衣夫里特都是能使用的 所以我個人非常推薦啦 如果說你有在打PP的話 火衣夫 非常值得入手 他是T0的角色 好 最後來講一下他的大絕 他的大絕是強化版的一技能 並且會造成這個範圍傷害 範圍忘卻喔 相當恐怖 好那 符文推薦的話 我是有想過說 就是成功他的生存能力 因為他本身其實蠻軟的 那我們提高他的生存能力 那主要是拿他的忘卻效果 但在實戰中呢 對 其實高端比較常見的還是激怒刀刃 你稍微給他撐一點效果命中 這個火衣夫 直接可以把對方給秒殺 一定可以讓你玩起來 非常的有感覺 好 縱上所述 如果說你有支援的話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推薦 可以考慮抽一隻出來 尤其是打戰場的 相當好用 好 那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完整內容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會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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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一到這支影片見囉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